特教生虽然学习能力比较差 但是只要勤加练习还是会有好的成果 受得加伤的特教生利用假日到学校上辅导课 加强学习制作可口的披萨 在烹饪老师的教导之下 从切菜铺料到烘烤 学生们都开心地完成做披萨的初体验 来到烘焙教室学做披萨 老师指导学生小心意意地拿起刀子 把披萨的馅料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再把发好的面团分成六小块擀成饼皮 就准备要把馅料铺在饼皮上了 切洋葱 切肉 会不会很困难 不会 老师说要怎么放 要把东西摆开 用擀面棍然后步行一高一低的要很平均 这群学生都是有不同账目的 特教生虽然学习有障碍 不过在老师细心和耐心的教导下 学生们一步一步完成自己手做的披萨 擀的动作是今天我觉得在他们学习上是最困难的一个部分 因为要把披萨擀到圆形 它等于每一个角度它都要顾到 厚薄度也要顾到 这个对他们来讲是最困难的 暑假期间学校还是开设暑期辅导课 让特教生来学校上课避免学习中断 也希望加强学生的兴趣和技能习得一技之长 他们回到家还会很主动的愿意帮忙做一些家事 帮妈妈准备菜 然后帮忙做菜 他们其实是越来越有自信的 他们可以在面包店 西点蛋糕店 然后找到工作 然后动作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不断的反复重复的练习 那么就很容易能够记住 厚培课丰富又有趣 学生们都喜欢上这类的课程 特教生的动作和技巧虽然慢了点不够熟悉 不过只要有兴趣 其能捕捉 一样能把每件事做好 港东新闻李一清 赖昌邦采访报道